現代人頻繁在線上活動 包括接收訊息、社交互動等 就連購物、休閒娛樂、閱讀、查找都依賴網路 改變了傳統的資訊接收方式 新聞媒體也面臨著數位平台化的考驗 在內容與流量間拉扯 重塑時代的新聞生產方向與模式 在台達研究所和中加寬屏合辦的研討會中 就針對新聞實踐與使用者互動 邀請業界分享經驗 我們講那時候一個優勢是蘋果的市佔率很高 所以當時即時新聞很快 我們不到兩年 我們一天的點閱率平均值 就可以破2500萬 那接下來每個世界就不斷的成長 有什麼政節啦 有什麼高雄氣暴 有海南地震 然後高雄捷獄等等的一些事情一直帶上來 然後發現城堡 你知道我們最高做到一天 我在的時候最高做到四千九百九十五萬 差一點點到五千 那個目標一直還沒達成 可是那時候我們去看它的整個流量來源 全部都是直接流量 就是說它有八成是從APP進來的 到2000年之後開始慢慢出現了網路 那但是當時網路還沒有那麼的成熟 真正我認為台灣的新媒體的 就看到我們就提到 新媒體的整個被大家重視到 或者是被看到 其實是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 那時候我副的單位是金正傳媒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們說實在我們的新聞 真的也沒有蘋果多 新聞也沒有蘋果看 但是我們想到一個 因為我自己從電視來出身 我想到做的是直播 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時候我們利用日本的一個直播平台 我們就是大家如果印象的話 它是用兩個那個藍白假假托 放了一個iPad 直播立法院裡面那三天的情況 那當時只有一個媒體把它放在售業 然後也幫那些學生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 就是NOW NEWS 因為那件事情 我們的流量第一次破一千萬 現在天文中有五千萬 我們是當然太遠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時也是天文數字 就是因為那一次的太陽花的學運 大家開啟了另外一個新媒體的時代 就是原來網路可以成為另外的時代 那當時FB也還沒有崛起 更不要說Youtube 那時候用的是一個 日本的一個免費的軟體 然後我們就做了三天 大概七十幾個小時的直播 這些科技的大廠 它這個提供的這些技術的資源 這個除了將我們的內容 這個提上去之外 很重要 它把我們的傳播力 這樣的一個 很關鍵的東西 它也拉到了一個 所謂 他們所謂 在自由、平等、公開的環境中 去到這個平台上去展示 那所謂平等的 就是他們所謂的演算法 那演算法是沒有公開的 用它體驗 我們也不知道 它演算法隨時都可以改變 我們並不知道它的 它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新聞工作者在禁足 月聽人點閱率之下 評斷新聞內容的標準 不再如從前的看法 邏輯運作 媒體和月聽人之間相互影響 產生雙向的選擇 與溝通關係 以新聞工作者的角度 業者紛紛面臨產業困境與挑戰 但在改變傳統新聞產製模式時 也堅信保有公平、正確 且優質的內容 是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謝謝與台人來賓 我們可以多多發問 好